诸法实相要说白了 就是宇宙万有的真相 佛四十九年就讲这个东西 宇宙万有真相 你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怎么会不快乐呢 张家大师劝我出家 劝我学释迦牟尼佛 我接受了 我学佛 五十九年 讲经教学五十二年 没到场 一个人到处流浪 还算发源不错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欢迎 有人接待 但是非常感叹 现在很少人愿意 为什么太苦了 不能吃苦不行 学佛要能吃苦 要能吃戒 戒是无上菩提本 无上菩提就是成佛了 成佛的根本在戒律 戒律从哪里学呢 从弟子归说 从感应篇说 佛家的戒律是十三业道 为什么现在十三业道走不到 十三业道还有基础 中国过去 中国过去 如是道三家 从一入门就咋根 弟子归是儒家的 感应篇是道家的 十三业是佛法的 乳是道的三个根 统统要学 一定要从弟子归学起 根之根 像盖房子一样 那是第几 感应篇是第一层 十三业道是第二层 你不从这里下手 那你就不得其蒙而入 那现在学佛 这么多年 我走过许多国家地区 接触过许许多多学佛同学 大多数是华侧 旅居在海外 最近十年 我接触世界 许多多不同的宗教 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 真的是一切一切 每一个宗教修学 都是这两句话 你要能吃戒 你也能吃苦 你才能学得好 如果不能持戒 不能吃苦 那就是一样的 都没有办法 其如 圣衣贤的境界 这个太重要了 同一个 就自己 自己这一生 能够过到幸福 美满的生活 就像方老师 为我介绍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要没有得到最高的享受 那就叫白学了 最高的享受 不是有财富 不是有地位 与这个丝毫不相关 最高的享受 快乐 一天到晚 欢欢喜喜 佛家讲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你这一生没不过 快乐从哪里来的 不是外面刺激来的 是从内里面发出来的 像泉水一样 从内心里头往外面游 叫发喜充满 儒家 有 道家 也有 你看儒家 人与头一句话 虚二是习之 不亦 那个月是习月 孔子 有个最得意的门生 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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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地位 平民 没有财富 学生当中 物质环境最差的 单时 瓢瓶 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吃饭 你饭完 都没有 用什么 用竹子 编一个楼 做饭碗 货水 没有水杯 没有杯子 用葫芦瓢 调饮 那样的生活 父子说得很好 要给别人 没有人能够受得了 在延回呢 延回一天到晚欢喜 回忆也不改其落 学生当中最快乐的 是延回 他落什么 把圣贤人所教的那些理论 他明白了 教会他都落实了 他都做到了 他怎么会不快乐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能跟 五常 五能 四为八德 相应 你说他 他能不快乐吗 世间人 纵然有很高的地位 有很多的财富 不快乐啊 生活的很痛苦啊 现在的人 大富长者 我也遇到不少啊 有亿万财富的 晚上不吃安眠药 不能睡觉啊 你说他多苦 他哪有我这么自在啊 佛法里头 有人说了 佛49年 到底讲什么 我也用这个考过一个学生 对学生是大学教授 是博士学位 也在学校里面奖金 对学生 有一次 过年的时候 他来看我 我出了个题 考他 我说 释迦牟尼佛 49年 讲经说法 到底讲了些什么 你用一句话回答我 他答不上来呀 想了五六分钟 没办法 他问我 我说 佛经里头有一句话 四个字 般若精神讲的 诸法识相 我是用这一句话 来答复 行不行 他想了一下 行 诸法识相 要说白了 就是 宇宙万有的真相 佛49年 就讲这个东西 宇宙万有真相 你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怎么会不快乐呢 这个真相 佛确实有智慧 他把它分作六个 六条来说 第一个是讲信 信是本体 这学里面讲的本体 第二个是像 性像 像是所有现象 第三个是理 道理 第四个是识 离识 幕后讲个因果 你看六个字 性像离识因果 全讲清楚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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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